好了,现在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Photoshop简单的工具操作 以及图层原理这些操作 我们再来看Photoshop基本操作当中 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 就参考线这些辅助的工具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我还是一样把我们的这一个案例给打开 当我把案例打开的时候 私信同学已经发现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蓝色的横线 蓝色的竖线 这些线条我们就把它叫做参考线 那参考线是在哪里呢 仔细看 新建一个画布 这个画布跟我们刚才打开的这一块 最大的区别在于周围是很干净的 而我们已经打开了 它已经有很多参考线 说明默认是没有参考线的 那我们需要有参考线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试图当中 试图新建参考线 然后我们可以画水平参考线和数值参考线 记住单位 我这里把它改成默认像素 在第二节我在讲到界面设置的时候 我已经讲到把默认单位改为像素 那行我们可以用水平可以用数值 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 按Ctrl-R 将会在画布的周围多出一排标尺 那如果不记得快捷键的同学 那就试图标尺 好这样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在标尺当中按住锁标左键就可以拖动 就可以拖出一条参考线来 同样水平参考线也可以向它拖动出来 其他工具都不行 只有在移动工具下 我们才能拖动某一条参考线 另外参考线我们既然让它生成 必然会有把它删掉的时候 删除参考线该怎么弄呢 很简单 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好了这样我们就把它删除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 我就要在这里画一条参考线 这里画一条参考线 我觉得我把鼠标再拉过来挺麻烦 那咋办呢 我可以从这里拉下来 然后按住alt键 它就会变为数值方向 这样我们就画出一条数值参考线 那同样我们要删除一条参考线 我们可以数的可以拉到数的标识 同样我们把它拉到横的标识上面 它也会没了 这是不需要按任何快捷键的 那就针对我们的晚页设计而言 如今的晚页设计 画部往往都是1920的宽 然后高度至少也是1080 然后分辨率72这一块 我已经在之前的课上讲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1920的宽 但我们的内容页仅仅是1200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计算 1920的宽它是从这里到达这里 它是这么宽的一块 但是我们的内容只是中间的1200 并且要居中 那我们设想一下 1920减掉1200 是不是等于720 720分别是左边和右边这两部分留白的地方 那我们把两边平分 是1200 那很明显从这里到这第二条参考线之间 就应该是1200加360 是不是1560 那么我们就新建参考线 我们把它改为1560像素 这样我们就把它建立出来了 好 这样是我们建立的两条参考线 在切图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半脸图 我不想让它作为一个大的图片 我想让它作为零零散散的每小个图片 每个一部分 比如说每个它的三分之一切 或者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现在切出来 那我们来想 每次都通过计算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计算完之后 我们每次都要这样这样 单击一下新建 总觉得好慢 所以 聪明的同学已经知道 新建参考线肯定也有快捷界 那快捷界 是怎么来的呢 记住 Photoshop 只要是菜单中的操作快捷界 都会在后面有 但是新建参考线后面没有快捷界 但是呢 这里却有一个菜单快捷界 是G 次数座后面有个字母是V 而这里是G 那我们来测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按字母V 就能够做到控制这个 那该多好 那我们知道V 它是移动工具的快捷界 当我们按V的时候 它只会让我们选中移动工具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按V 它会自动帮我们弹出视图的菜单呢 很简单 按照Alt键 当我们按一下Alt键的时候 已经发现上面的每一个字母 下面都多了一下横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按字母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我们的工具 而是识别我们的菜单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套手工具的快捷界是L 但是我们已经按了一下Alt键 这里已经叫下号线L 那我按一下L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不再是变为套手工具 而是把我们的图层的这一颗菜单 给它打开了 那我们的快捷界键的菜单是V 所以我们按一下Alt键 再按一下V 这样 这个菜单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再按一下字母E 它就会自动弹出新键参考线 那这样的话感觉也没有多快 这快捷界键应该要体现出快的 那其实有这样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按住Alt键 按住V 不要放 再按一下字母E 记住 按住Alt键 按住V 再按住E 一定要动作快 AltVE 它才会弹出我们的界面来 直接按 不要放开任何一个键 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快捷界键的 AltVE OK 现在出来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是AltVE H AltVE 它会自动变为水平参考线 那同样 如果是AltVE 再按下V 它就会自动变为数值参考线 这个就是我们新建参考线的快捷界键 参考线结合图层 我们可以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 为什么180万IT学习者选择木课网 好 我们选中了一个木课网的这个图层 记住 这个背景图层 最后我们来拉参考线的时候 记住 是选中图层 我们再放大一点点 我们重点来看这里 好 我们来拖动的时候 仔细看 当我拖到旁边的时候 好了 我鼠标还没到 但是这个参考线 它自动就跑上去了 并且当我鼠标 现在在移动的时候 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参考线都是不动的 这就说明 我们选中的单前图层 选中之后 我们再拖动参考线 它会默认给我们 吸附到这个下面去 水平参考线也是一样 它会自动吸附上去 这样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很精确的把我们的参考线 给它定位到我们的像素边缘 好 那同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的 我们都知道文字图层的话 它的像素边缘是不一样的 它是像这样的 是不规则的图形 那我们来拖动参考线 它会出现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来看 先看水平的 这样它就吸附上去了 那也就是说 从外面它已经开始虚化 像素开始虚化 有的时候 由于模式的原因 它会出现一个虚化 但是呢 参考线所在的地方 绝对是很实在的地方 那外面虚化的地方 它认为可以不要 好 那我们来看数值的 同样 它到达这里 它就给我们吸附住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文字 针对的参考线的这一块 好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参考线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里 有一个显示网格 我把画布缩小一些 行 我们试图显示网格打开 我们会发现 它相当于是很规律的 给我们布置了一块网格 这变成我们做图 在切图当中用途不大 不过做图当中 经常会用得到 这相当于是一个默认的参考线 有经验的同学可以尝试使用 最后一个问题 我现在见了那么多参考线 我要看它实际的效果 被参考线影响了之后 我想把它关闭 关闭参考线 不是删除参考线 仅仅只是把参考线给它隐藏掉 快捷键 Ctrl加分号 就把它关掉 再按下Ctrl加分号就打开 好 这就是我们的参考线的操作 参考线非常重要 特别在之后 我们的切图课当中 就会极限的淋漓静置 下节课 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传统切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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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